接著我們要上的東西叫月音三要素 音調的部分是很喜歡考的題目 月音聽起來好聽的聲音叫月音 反正叫噪音這個是隨便說說的 因為這個叫不科學 因為人的感覺可能不太一樣對不對 重金屬搖管有人聽得很開心 有人覺得他就除了吵之外沒有任何感覺 所以那個就很難說 但是後面有個噪音的 法定上噪音的講法後面再跟你講 那麼這個是物理上的說法 月音通常是個規則的振動 照樣通常是個不規則的振動所產生的 像什麼手劃過玻璃 那種聲音叫噪音 那種不規則的振動所產生的 這個是比較有偏物理的講法 重點是我們要教的叫做 聽到聲音能夠分辨其不同 能夠感受其不同 是因為有三個因素決定 就是我們的月音三要素 響度、音調、音頻 我們這裡就是要跟各位介紹響度 介紹音調、介紹音頻 OK把它記好 我們要介紹三個東西 響度、音調、音頻 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知道它由誰決定 如果有單位的話記得它的單位 記得它的單位 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知道什麼叫響度 響度由誰決定 它如果有單位的話 它的單位是什麼 瞭解一下 就是我們要 你學會的事情 響度、音調、音頻 第一個叫做響度 就是大小聲 音量的大小 你在聽收音機 聽MP3 調那個Volume 調那個聲音 調這個 就調這個 聲音的大小聲 大小聲 響度 然後呢 它是由政府決定的 我們講過政府是決定什麼 跟誰有關 能量 所以它是由能量所決定的 它由政府決定能量決定的 好 聲音的強弱 聲音音量的大小 大小聲就是響度 它由政府 由政府決定 它是跟能量有關係 它的計算單位叫分貝 分貝 分貝 db分貝 分貝 看一下 欣賞一下 就可以了 分貝 這是一些環境的約略值 看完就好了 不用貝 看一下欣賞一下 啪啪啪啪啪 好 不用貝它 知道一下 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 你的環境很吵 環境很吵 會對你的身心造成不良影響 所以勞工有一個 噪音管制的標準 像這樣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的環境噪音在90分貝的 你可以連續工作8個鐘頭 OK 可是如果你有到100分貝的 你只能工作多少 兩個小時 你就應該要休息 去後面晃一晃 免得一直在那個 很吵鬧環境當中 會對你的聲音造成不良影響 就是所謂的環境 要分貝值的管制標準 也是看一下就好了 你需要能夠理解的一件事情是 分貝值每增加10 代表能量變10倍 這個計算是用所謂的對數 國中沒有交對數 所以我們不會做計算 但是呢 簡單的說 不是分貝加1 就變成1倍 不是 如果60是1 70是多少 10 每增加10變10倍 80呢 100 100 10的再10倍 叫做100 所以你不要告訴我說 啊老師啊 那70分貝跟60分貝差10嘛 那80跟70也差10嘛 差不多 對不起 越差會不會會差 越多 不要會會越多 這對數的計算 國中不討論 那麼我們所謂的0分貝 是人耳聽覺的下限 不是真的完全沒有聲音 是那個聲音低到人 聽不到 這叫做0分貝 要0分貝 所以人耳聽覺的下限 定做所謂的0分貝 讓你能夠理解一下 叫做可以了 記得分貝 分貝式響度的單位 db 響度就是聲音的大小聲 由政府決定 OK嗎 OK